今天是2021年5月5号 现在呢我是来打这个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 这里呢就是我要去的打疫苗的中心 不是很多人 目前还不是很多人 这里里面呢 这里里面就是 去等待去 今天还好第一天是打这个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阿斯利康的疫苗 今天第一天 还不是说太多人 英国 那我打完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之后呢 在这个影片最后那边呢我会教大家怎么去 注册 打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 5月份呢 还有100万剂阿斯利康 6月7月8月一直到9月份的每个月有 120万剂 分全国 分整个马来西亚全国 那到时呢大家也可以去 呃 申请 在影片后面呢我会教大家怎么去申请这个阿斯利康 注射这个阿斯利康疫苗 现在1点15分 人开始越来越多 正在排队 人开始越来越多 现在汉人进来了 现在汉人进来 准备要养点了 开始要打疫苗 那我们第1组的 现在台湾进去 注射疫苗 第1组 我是第2组 现在又进来第2组 进来第2组 国大 现在开始进去这个礼堂 开始要准备打扇 去 表格已经填完了 要填2份表格 阿斯利 不是阿斯利康 就是说你知道 这个打疫苗 他的那个 后果 这里就是礼堂 就是礼堂 打针的礼堂 先有人来检查 可以让我看看 看你 要连过两三关 要连过两三关 有人一直在填查那个 迈斯加特 那边是打针的地方 还有分男女的 当然有男和妙 还有分男女的 所以现在来打疫苗 只是给我一盒 阿斯利康 5月5号 只是给我一盒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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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第一季没有任何感觉 真的是连平时的打针可能都比较疼 这个疫苗完全就没有感觉 这里就是打完疫苗之后的等待区 这里要等待30分钟 刚才是由那一边进来的 然后这一边是打疫苗 然后再过来这边等待30分钟 OK打完了阿斯利康观察期也过了 那现在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OK 打完了第一剧阿斯利康的这个疫苗呢 实际上那个兴奋感比这个恐惧感还来得强 好的我们下次见 好我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是马来西亚的 注射疫苗政府注射疫苗的 这个网站 看这个网站呢 在它的右上角 有兵文的 这个BM是马来文 就是国语 有英文 然后还有中文 还有这个印度文 这个印度文呢是大米尔文 那目前呢有942万4263个3位人呢已经是登记要注射疫苗 那已经注射的呢有88万已经注射疫苗了 那今天呢会重新开放 选择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 这个呢是这个是我已经注射好的 等下12点就会开放 选择地点去注射 这个呢是我的中国籍太太的 等下我们就会去这个选择地方去 可以注射疫苗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apply now ok applicate ok现在先输入我的 先输入我的身份电号码 再重新输入确定 手机号码 输入手机号码 ok这里我已经设好 手机号码 再输入一次手机号码 再输入一次手机号码 两个iropas by bwd6 by bwd7